CIOC自動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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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午節做什麼 端午節就開S5去踢館 開S5去BMW 素人試車手 大家都認得你了 兩年前的素人試車王 S5發起來的聲音是怎樣 讓大家聽一下 來吧 蠻兇的耶 好出發啦 今天這個素人試車手 肚子縮一下 穿不住 我們今天前進這個 新裝的 喔喔喔喔 這是好快 喔幹 我們今天開S5 你看這椅子是帥 S5椅子是帥 隔壁的這個 大耳朵 不是大耳朵啦 我們也是講錯玩家 就說大耳朵是在車頭的啦 蝴蝶椅 很多人都說 我們的Alfa買新車是騙人的 我們今天去賞車 賞完看看是不是騙人的 欸你鑰匙沒有插進去喔 有個孔可以放鑰匙 這個是可以插鑰匙 然後S5的鑰匙 然後可以插這邊 有沒有 S5鑰匙後面也是 S5 奧迪是做燈的 所以它的燈都是紅色的 可是現在奧迪 儀錶板沒有了 它儀錶板變成很光的 以前連這個 燈都是紅的 然後以前晚上開 連這個天窗這邊很多按鈕 燈的開關啊 跟天窗的開關 都是一片紅的 對都是紅的 還有這邊的快波鍵都要是紅的 所以你會被紅色的燈光包圍 晚上開的時候很漂亮 以前最喜歡的奧迪就是這些燈的 難怪奧迪是燈劇場的由來 然後這個方向盤 車紅線 我覺得是車主後面自己弄 因為你看它這邊的皮革突出來 那個炸的經濟有 我覺得這是後來背的 把S5割開露出來 對不對 有點屑屑 對啊 四輪傳動 花球 全景天窗 嗯 好黑喔 廁所應該有去貼個熱子 不好意思我比較爽啊 搞不好下面下面又有人會 講說 沒有喔 原廠就這麼黑 YouTuber就是 酸民多 不是熱心的網友很多 哈哈哈哈 他就會告訴我們 好 那是不是原廠 還是後面裝的 我覺得是後面貼的啦 不然怎麼那麼黑欸 啊這天窗有跟沒有一樣啊 沒有那個 風透度 都還完全不透光 那天窗無那不 今天這很臨時欸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喔 我是今天 早上睡醒 然後我在看 Andy老爹的試車 218GC 只看到價錢 跟內外館介紹完 然後我就關掉 我就跟你說 欸 我想買 哈哈哈哈 我沒有看到試車啊 我就接到Line 然後我就出門了 我覺得那種東西 有什麼好事的啊 啊我就是因為這樣 我才接不到業配 因為我對於每一台車 我都覺得沒什麼好事 我跟你講 如果車要給我試喔 我只有兩種結果 好賽 不好賽 兩種啊 這樣可以嗎 難怪我們沒車試 因為我們沒有華麗的智慧 哇 直撲型 水箱蓋 五角型 空巢面板 好 尾燈要怎麼行動 延伸到側邊的折線 呼應了車頭 那邊的線條 我做不到 華麗的智慧 我覺得很好 那他說一定要買M10POR 因為M10POR的ACC 跟主動跟車系統 是標準配備 如果是買普通的218的話 你那個跟車是選配的 欸 它才差10萬耶 你M10POR有大包 有鋁圈 有椅子啊 然後再加跟車啊 你買169的 沒有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多加10萬啊 反正羊毛出到羊身上 其實 它應該是把陽春的弄歸一點 然後來賣M10POR的 好 反正商人就差不多這個意思 從混包的概念 對 混在一起讓你覺得很便宜 其實它本來更便宜 哈哈哈哈 好啦 反正我剛剛講一點點 阿我就看他在介紹 那個218GC啊 然後 我以前就喜歡二系列啊 因為我覺得 我那時候開220 我真的覺得很好開 可是 其實我本來有點猶豫 因為那時候 220是後驅的 218 1500驅 可是這種 GC 竟然在二系列上面 出了全新的車款 那既然新車公司 沒有車可以借來試車 我們就買一台回來試 好啦 那接下來就去看一下 218GC 聽說是 5月才發表的 我聽我朋友講說 好像是3、4月的時候 然後發表完就疫情 對 然後就停工了 所以現在訂車可能 他說 5月底有生產一批 可是他說 感覺應該要快到台灣 可是 一直沒看到東西 等一下去瞭解一下 今天來幫我們 跟我一起去試車的老朋友 已經跟我買了不下實拍車 因為是同學 哈哈 哈哈哈哈 抓他一起去看行車 對 是BMW拍 看他等一下的任務是 滅火 還是生活 這時候朋友很重要 你知道嗎 那有時候來看中古車的話 一群朋友來 有的朋友就是負責滅火 有的朋友負責生活 讚啦 這輩子啦 這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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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他搶走 我有遇過這種客人的朋友 我去無回 我心裡想說 我XX帶這個來XXX 根本就是得力助手 感覺很像我們的樁腳 你知道嗎 不過大部分都是來滅火 還有一種比較常見的就是 來這邊不懂狀動 美術很厲害喔 已經剛才打開發去 我還要拉一下繩索 呃呃呃 我真的不知道他聽 聽得出什麼東西 可是他就覺得 要做這動作 這動作很帥 我幫朋友看車 坦白說我真的不知道 是看有還看沒有 但是整套都要做到就對了 可是其實喔 站在我們做這麼久的人的眼中 就很像大人在看一個國小的學生 在騙媽媽一樣 絕對抵不過媽媽的法眼 喔到了 你看這個業務已經在上下擋 打量 你開什麼車來了 你知不知道 沒有漏氣的 專業的業務就是這樣 感覺很差 那邊繼續看 看這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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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這椅子 剛才有一個卡片鑰匙 那是什麼 就是拿個卡片放在這邊 好 就可以發動 他現在配兩支這個鑰匙 還有一個卡片鑰匙 那卡片鑰匙 那卡片鑰匙拿著門靠近 他就打開 它鑰匙都不用戴啊? 不用戴 然後放在這邊 噢 就可以發動 它現在還有一個叫Digital Key 可是Digital Key 你必須配合你的 Enjoy系統 NFC系統 可以拿手機開門 NFC放在那邊 充電啊 我知道這可以充電對不對 就發動 沒有它這個不能充電喔 噢不能充電喔 看等級 標誌是告訴你是什麼 放卡片 是放卡片的 那如果有充電的話 裡面還會有一個充電的標誌 噢噢噢 這台車最特別是什麼 銅椅 噢依就沒有了嗎? 依好像也是銅椅 這個車子有同理 其實我們自己嚇一跳 噢是喔 以為是那種 下面可以拉出來的 懷疑對不對 它這個就像E在M2 那種E啊 對啊 那這邊有一樣嘛 就是新的那個 居植的工具 欸它居植那個要幹嘛? 我開給你看 你在開的時候 這邊你轉彎什麼 什麼煞車居植的像 這是什麼 啊這有什麼功能 還是比較炫而已 比較炫啊 你轉彎的時候 這個會跑啊 噢 那你要固定在中間 沒有沒有沒有 拓海不是拿一杯水嗎 對啊 哈哈哈哈 啊這在這裡 一滴都沒有滴出來啊 不是這次我打死你啊 它類似那種功能有沒有 一個居植在轉彎 其實這個居植控制器 主要是在控制它 車身穩定系統 這個質感就沒那麼好 我覺得這個質感就沒那麼好 你摸摸看 比較粗一點 它不是 對啊 那個Actera那種感覺 對啊 這尾門喔 一般的尾門打開對不對 它是要有沉下去 它是平的 你有沒有發現 對啊 那如果說你要 你空間不夠大 現在也是補胎器的 是要續跑胎 噢是要續跑胎 對 是要續跑胎 所以也沒有補胎器 撞風的時候它不會撞風 你說這個是上下開喔 那它是自動控制的 自動控制 到後面不一樣 對 運動加 運動加打開 這樣就翻起來 我們有個叫做 靠近就打開 離開就上鎖 身上大的鑰匙 你開幾公尺 它就自動上鎖 哦 我知道意思 不用怕 它沒收 沒收 這樣就對了 我怕 它就上鎖了 欸 是不是235才有天狀 沒有 天狀都要選配 哦 235也是要選 對 我自拍一下 就你自拍可以用錢 你知道嗎 我不要說 你們就處理一下 你們就等你做後製 沒有啦 我是被你們坐在車 哈哈哈哈 不用走路遠 不用走路遠啦 你不要一直坐 欸 你覺得怎樣 看了實測以後 自己是覺得還蠻炫的 有生活喔 他帶你來就不對了 靠腰 你剛剛坐後面 我覺得好像蠻大的 你坐後面覺得 小的大 我是沒有要在的 我當時坐是還蠻OK的 好啦 你這麼弄好不好 看都來了 你又要阻止我的意思嗎 完全沒有 你生活在哪個點 我聽看看 內裝 世代進步還蠻大 你覺得內裝質感 進步很多 所以主要它是 它的車身形式 算是BMW瘦創 之前就只有4GC 4GC也蠻帥的 其實雙門的比較帥 可是我是考量到 放東西 你狗兒子啊 對啊 上下車都拿東西 有點麻 不然不要想太多了 要吹就行了 現金拿出來 裡面有3000 3000塊 好 欸 有沒有 天鑫拿人一本卡都落回來有沒有 有沒有 今天玩一個晚上 為了Katolog 而已 是這樣吧 沒有了 定告數 哇 網友不要再說我們騙人了 我們是真的買新車回來試的 沒有在開玩笑的好不好 試完到時候 大家又有新車可以看了 好不好 我來處理一下 順便自肥一下 回家了 掰掰 我叫Uber 先生到哪裡 到你心裡 股價 上車 坐二系列 去牽二系列 坐兩個門的FERF 去牽十個門的FERF 但是這個二系列是 老二而已 不是老大 因為老大是M2啊 我要去牽的是小弟弟 看一下喔 我一直覺得啊 白色這個白卡碰這個示板 很像蛇的鱗片很噁心 本來我覺得很帥的被你這樣一說 你真的不覺得嗎 每次我看到這個白色卡碰啊 我都覺得很像蛇的皮 我覺得好噁心喔 好啦 到了 準備進去牽車啦 欸 你老婆咧 男人買個一兩百萬的小東西 需要找老婆來嗎 我跟你講 我是一個真正的男人 我想做什麼我就做什麼 你知道嗎 我回家我想洗碗就洗碗 我想拖地就拖地 我想洗衣服就洗洗衣服 都是我自願的 這才真正的男人 走了 牽車走走走走 嗨 看到沒有 這業務多可憐 褲子買不了夠長的 從國小穿到現在 還在穿這個 褲子那麼短 沒有 人家吵好不好 對 賣高級車要有高級車的裝扮 欸 小四哥 好 感謝你的照顧啊 我穿得帥 沒有 今天穿那個 白馬王子 對啊 你才是白馬王子 你是我心目中的王志祥耶 喔 沒辦法 我教你去運動一下 好 那我的那個身上的肥肉也想要 不能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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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的運動可以啊 身上不是我心目中很理想的運動車子 這一代齁 嘿 你好 你好 少的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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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到旅館的房間 然後床上鋪一條彩蛋 對不對 然後用毛巾折一隻老二 放在床上 我先折天鵝喔 欸 你看 今天在別的餅乾 我要做一個我們的餅乾 交車來的時候 來囉 這是我們的盒子 以前都是用皮套的啊 對啊 有一個那個 因為皮套為什麼要改成盒子呢 因為皮套大家都沒有很注重 就亂丟 這樣子打開是這樣子 Welcome to Welcome to BMW 裡面是要跟一個資料 它就要 下面還有東西是不是 下面打開了 基本上它原則在放的東西 就是什麼 喔 資料 資料 我的主要應該很單純耶 啊這個是什麼 就是告訴你說 中古車要回來 真的假的 類似這些的東西啦 類似歡迎你買BMW啦 中古車要回來租就對了 沒想到我 就是中古車的 哈哈哈哈哈哈 然後這下面的話 就很單純啦 都是告訴你啊 請你來原廠保養啦 那這一本的話 就是我們最新 待會兒你要可能 撥一點時間喔 互聯駕駛 要留E-mail 你遠端 車子可以遙控開門 上鎖 發是不是發很多東西 在上面去 對 做個人化客製化的東西 那這一檔 待會兒就幫我簽個名 謝謝 好 好 待會兒齁 因為它的鑰匙有兩支 拿一支起來 你就永遠就記得用這一支 因為它其實會記憶裡面的一些功能 功能 例如說它客製化 客人化的椅子 調到哪邊啊 怎麼拿出來 它是不讓你拿出來的 真假的啦 它是包起來而已 它拿起來的話就是這樣子 要準喔 它一般這個就是告訴你 它的形狀在這邊 喔 對 我想說看一下這個鑰匙 現在長什麼樣子 一般第一顆開鎖 第二顆上鎖 第三是行李箱 第十是行車 對 那如果說你這個 這個地方按下去 好 這樣 按下去 按下去 好 你說這樣 這樣把它嚇好嗎 對 這裡蓋子 那開了 順便教你們換VD用電池 對 其實從以前到現在都一樣 這是M的才有喔 才會有這三條線喔 喔 不然鑰匙不一樣嗎 不一樣 這邊沒有這條 喔就插這個而已 對對對 有M沒M就插鑰匙 像這個也是啊 這個卡啊 這個有M的它會可以給M 喔 沒有的一般就是一個黑色的 所以哪一支鑰匙上車 會變成所影響到它的 設定 例如說 它可以設定你的椅子 一開始打開門的椅子 裡面的燈光 它裡面不是的氣氛燈嗎 那再來就是你的 有些像我們快捷鍵 1234567 對 電台那個可以設定 設定電話 也可以設定功能 例如說我按下去就檢查太壓 按下去就是打好你家 按下去就打電話給老婆 它可以做這樣的設定 是很多人不知道 都以為只是電台 它裡面附了一張叫做 智慧保養的 一般很多人都沒有講 其實我們的保養 你不一定要像以前講說 五千八千一萬 它車上會自動幫你檢測 會依照你使用車的習慣 停留時間軸 你這車放了一年沒開 時間大它就會跟你亮 是的 有個狀態是 兩個月內一定要把你拉回來檢查一下 為什麼要兩個月檢查 是因為要跟你connect住 你是說 新車嗎 第一次嗎 還是之後都是 第一次 第一次兩個月一定要追蹤 規定一定要追蹤 對 那我回去我也要這樣 我已經註冊好它的APP 好 我們現在要上去用互聯網的東西 前往智能管理頁面 這個就是看到你的車的狀態 可以看到你車的質調有沒有 無服務需求 現在我車子的位置是32度C 車子在中正路上 這本給我老婆知道 沒錯 哇 從這邊可以開車窗喔 看門有沒有 喔 門喔 門現在沒有關 這兩扇沒關 他們都會告訴你現在車窗的狀態 可是可以控制嗎 它只跟你講狀態嗎 上鎖可以啦 但關窗不行嘛 對 所以這種東西對於它那種 舊款的二系列就是 摩哈威明這樣 你要看幾年的 其實Connect Drive他之前 你看這個我們有個 SOS 對 這裡有個SOS有沒有 它按一下會開 真的不能按 可以 可是盡量不要按 因為它會接到警察機去 電話會通是不是 Code Center會幫你接 接緊 接然後錄音 很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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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台我看不懂 它還有一個功能 我現在介紹另外一個功能 給你看 這個也是另外一個功能 這個還蠻好 這是打電話 Code Center 嗯 Code Center的話 你打出去的時候 它待會兒會 會有通話的聲音 你打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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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可以聽我嗎 可以說中文嗎 沒有 我沒有說中文 你有任何安全 你需要警察或警察嗎 沒有 沒關係 我再試一次 OK 謝謝 OK 謝謝 因為人可能都在忙 所以接到國外去了 真的假的 他從雲端接出去的時候 他的基地台有一個在上海 哪一個在馬里拉 嗯 然後再一次 他可能沒有沒有 中文 因為這個車 在台灣嗎 他必須要找到台灣的人 所以我再試一次 這個功能是怎麼樣 例如說你出去玩對不對 嗯 你開車開開 那你可能就按下去 所以你要去哪裡 嗯 他就幫你倒進去 德國的槍 那這個蠻好用的 很多年紀大人很喜歡 限於緊急狀況 都可以找他們 對 他24小時 可是今天 有了嗎 應該是很多人在接 有了嗎 有了嗎 又接到國外去 又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 我們等一下 假設有導航的話 他會在這邊出現 導航在這裡啊 他會在這邊出現 他已經在那地圖了 這顯示 他怎麼會塞到這樣 綠色地獄 哇 帥 哈哈 這個是 卡片鑰匙 然後打開 裡面會有一個 M 帥 好不好 他這裡有寫 B&W Digital Key 數位鑰匙 好 然後這個可以幹嘛 開門 開門 好 然後這個 靠近 門就開了 然後 再靠近 中間有個卡 有個柱有沒有 你把它放著 放著 這個嗎 對 踩煞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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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腿而已 短短的 上次我們沒注意到 這個味道 真香 真香 這樣就可以拿起來了 我就可以收起來了 對 但是這個還要在車上 對不對 不用 都不用在車上 這個拿走了 一般來說 他如果發動之後 他並不像一般的鑰匙 你如果說發動完之後 就熄火之後 就不能再發動 會被開走 會被開走 會喔 會被開走 數位鑰匙只要離開 他就告訴你 他說數位鑰匙 已經不在車上 那卡片鑰匙的用途 你可以拿來做什麼用呢 主要可以當成什麼 爬城 或是臨時 帶個鑰匙放在身上 放在信用卡裡面 不要忘記帶鑰匙 它其實可以屬於 比較算是第三把鑰匙 那正常還是我們比較好用 用鑰匙比較好 還是比較建議 我們用給哪個鑰匙 你在開後車下 一般的鑰匙 它有感應的功能 感應的功能裡面 基本上 車子裡面可以選擇 離開上手 那你這個帶在身上有的好處 是讓你走到這邊 嗯 那你踢一下 前套就好了 喔 它有腳踢開 嘿嘿嘿 對對對 裡面有禮物 小小的禮物啦 我的現金裝不下來 好棒 那這個是雙層的喔 放在下面對不對 蓋起來 蓋起來 藏起來 裡面要裝一些大麻啊 還是槍啊 這地方這個蓋子有沒有 這地方可以把它打開 往這樣拉 拉開裡面 偷車勾跟急救包在這裡 好 那這個後面在介紹的時候呢 基本上那邊有兩個拉筆 拉起來有沒有 拉起來 按下去拉開 穿透的那個行李箱 然後這地方可以打開 還有紙杯架 然後這邊的話 它還有兩個比較特別 貼心的設計齁 它Type-C的充電器 它是直接充電 不用再裝那個 像我們一個雲群圈有沒有 插進去可以充電 合同安全鎖有沒有 這個地方啊 以前都是直接搬對不對 它都希望你拿了鑰匙 去把它轉過去 現在沒有辦法直接手動一個開關就撥走 對 現在是比較慎重一點 對 可以轉動 不會被人家不小心誤撥 把它鎖起來 對 好它送入洞房 我們兩個要送入洞房 以後齁 這個是以前的老朋友 老同事 真的 如果要買車對不對 就來新裝 對 上德招 現在一百哥大家也是這樣叫你嗎 他們都改完叫我慶藤經理 都沒有人叫你 因為現在升官 現在是慶藤經理 一百哥齁 講到一百哥的人的時候 很簡單 聽到這個名字 大概都有年份的 對 所以進來說不好意思 我要找一百經理 這才聽不懂 聽不懂 你說一百經理 沒有聽不懂 沒有聽不懂 找慶藤經理 那講到一百的時候 我就知道 這個一定跟著我認識 熟門熟路的 要有大概十年左右 對啊 至少要十年 找慶藤經理 就說 看小事的影片來的 會被打到骨折 放心 放心 很開心 欸 那個功能實在太多了 真的 要回去自己慢慢玩 從白天研究到晚上 都研究不好 我已經以前 明星發了就 熟悉了就走了 現在不是 就像手機一樣 它不斷還要 程式更新 遠端程式更新 我已經 記憶體不夠 好啦 之後再跟大家分享開箱 好不好 這次購車之旅非常愉快 謝謝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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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